阿囉哈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又回到我們喵咪打戰爭時間啦 好的 那我們今天呢 是沒有我們不死關卡的未來篇可以打喔 不是 是沒有我們未來篇的不死關卡可以打喔 所以基本上我們今天的話 可能就先打一下我們真傳奇的接下來關卡 然後順便打一下我們貓咪風雲塔囉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旺旺旺啦 其實我現在其實 因為前面的小海兵與大海兵 小海馬與大海兵 讓我有點陰影 所以其實我現在還蠻怕我們這個 真傳奇關卡的 所以我們今天 就來看一下我們的帥屋賊噴墨海角 裡面長甚麼樣子喔 那 因為那隻關卡是200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喔 應該是旺旺旺的最後一關喔 所以我覺得應該沒有很簡單 那我們就還是先挑戰看看吧 一樣就用我們那一套就是 能夠打我們那個 古代種的那個隊伍來去打打看喔 畢竟這是最後一關啦 我們先看一下裡面到底是藏了甚麼東西 那這套隊伍的話 目前前面的那些角色 前面四隻的話是拿來用我們連組的啦 那 我們先用這套隊伍進去看看好了 如果沒有那麼需要就是 那麼多錢的話 我們再趕快把他給拆掉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帥屋賊噴墨海角裡面 長甚麼樣子吧 LASS GO 搞不好今天挑戰這個 就直接挑戰玩一整天了 也不用打那個 我們的那個貓咪風雲塔囉 好 這關的話聽這個聲音就知道應該 非同小可好不好 感覺應該會有一隻 就是新的那個古代種出現了 應該是喔 感覺 沒有那麼簡單喔 但是 應該是還蠻好存錢的 因為這邊的話只有來我們紅色海報 還行 那我們的那個小海馬與大海兵 是不是因為一開始來 瘋狂 都一直瘋狂來我們的那個古代松鼠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但是 我覺得這隻 感覺應該也非同小可喔 應該是有強化過了喔 也不能在那邊掉以輕心 欸 還好還好 我們這邊強貓的話是擋得住 所以就先用強貓來存錢好了 目前只有出我們兩隻的那個紅色海報 還行 那就先努力的存錢 存起來之後呢 待會先叫一隻我們的白巫厚出來喔 哇 有點害怕害怕喔 我覺得這 哇 越來越多我們這個紅色海報 那看來這關有可能可以帶一些 就是專門打我們紅色敵人的角色喔 那先疊一隻我們的那個就是 這個叫什麼喔 這個歡樂貓嗎 就是兩個 哇 黑色的 黑色再加上我們紅色海報的關卡 我覺得 哇 完蛋了 這 這要被推掉了 我的天哪 這要被推掉了 我的天哪 我以為 不行啦 我覺得我這邊是存太多錢了 好 那我剛剛那場的話 應該是存太多錢了啦 我覺得應該就是 先試量就好 然後先把我們那個白巫厚叫出來喔 然後 後面的話有出我們紅色海報 再加上我們黑色星星 那我覺得 基本上會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 所以 應該可以帶一些輸出角色過來 那 待會如果就是這個隊伍打不贏的話 我們可以出去換一些輸出角過來喔 比如說現在的話 針對紅色敵人 或是針對我們黑色敵人 應該都不錯 好 我們就先用一個大寬強包 先來擋住他 然後待會就叫我們白巫厚出來喔 先用白巫厚來緩住我們這兩種屬性的敵人 應該是沒問題的 好 白巫厚出 出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先存錢吧 然後 看一下 我覺得應該也是要疊多一點的 我們的那個就是 旺服啦 對對 旺服二人組喔 應該要疊多一點 我覺得這幾隻海報應該是有強化過的 因為感覺就特硬特硬的感覺喔 好 那這邊的話呢 趕快先疊一下旺服 旺服出來 然後 喔 好了 紅海報死掉 所以我覺得這一開始的話應該還好 就是你可以叫一些比較厲害的紅色攻擊角 然後就可以存錢 然後順便把這些都叫出來 然後疊多一點的旺服 應該有機會可以直接打掉之關喔 那如果你覺得 我覺得這關應該還會有 我們那個不死敵人 我們的那個古代種啦 所以可以先疊一下翻掌貓 我覺得應該也是可以 然後慢慢存點錢 那後面的話呢 就沒有再出我們的紅色海報喔 但是就是有出我們黑色星星 但是黑色星星應該也是還好的 哇 還是有出欸 所以他會一直出一直出 然後碰塔之後呢 不知道會碰出什麼東西喔 所以這邊的話 感覺也是非常的恐怖的喔 趕快先疊多一點的旺服喔 然後能疊我們的那個 翻掌貓也給他疊出來 應該會不錯喔 好 這邊直接打掉喔 那我覺得 先不要就是 再生錢包欸 先看一下碰塔之後會出現什麼 這關一定有什麼東西啊 這最後一關了 你不能跟我開玩笑 絕對有什麼 哇塞 哈哈 欸 好可愛喔 欸 真的好可愛喔 但是我覺得他的攻擊距離是不是稍微有點遠了 那碰塔之後呢 有出我們不死敵人 還有我們黑色的敵人 再加上我們古代種 所以這關的話比較麻煩 那 這關感覺他的那個輸出感覺非常遠 那 這關是有我們的那個 就是 是不死敵人的 所以應該還是要帶一些就是 猴穴出來會比較好一點點 哇 這隻猴猴 感覺沒有那麼簡單喔 而且他的攻擊距離是可以打到我們的 那個白烏猴的 所以應該也是要帶上我們美女神喔 那 錢包的話我覺得待會可以把前面那幾隻 就專門開我們錢包的角色 連組都給他換掉 應該會比較好 欸 或是其實我們搞不好也可以撐得住喔 哇 這邊的話感覺應該沒辦法撐住喔 他瘋狂在朝我們的白烏猴打欸 那隻猴猴 哇 拿石頭丟 哇 而且不止一隻 完了完了 這邊不行 這邊一定要出去換一下隊伍了 這關感覺沒有那麼簡單喔 因為雖然就是沒有被打死 但是這關的話屬性角色非常多 然後要有不死敵人 然後再加上我們黑色敵人 所以這關應該還是要出去換一些 能夠打我們黑色敵人的角色出來 要不然我們這邊白烏猴死掉我們就會完蛋喔 好的 那剛剛哲平私底下呢 是嘗試把他打過去了 那基本上他有點算是用一個 半塊攻打法的方法打贏的 因為其實我們這邊大烟猴好像是蠻容易被擊退的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帶上我們哈拉姆克 跟我們的那個就是真田信村來打 因為原本我帶上這套隊伍是想要就是 來克制一下我們的那個就是不死生物啦 就是因為我帶上的貓砲是用我們的天使砲 然後把我們那個專地版的豬豬 跟我們那個專地版的小鱷魚 打出來之後呢 再用我們的那個 就是白島娘過去打 那把我們白島娘派出去之後呢 因為還會出現我們的就是黑色海踏 所以我就派出了我們的就是真田信村 就打過去之後發現 唉唷 結果我們那個大烟猴猴直接被擊退了 所以後面的話就直接開始咬塔 那咬塔之後呢 哲平就派出我們哈拉姆克過去來回擊喔 那基本上算是還蠻Lucky的直接打過去了 所以就是我也不知道這樣打法對不對喔 不過就分享給大家啦 那待會的話還是會打一次給大家看 看一下能不能成功喔 主要一開始的話先用我們的就是龍弓獸 先來扛一下我們的傷害 然後存一點錢包 然後存到有錢之後呢 再叫一些能夠就是近身攻擊打的角色出去 因為這一次會帶上哈拉姆特 跟我們的那個真田信村 再加上包島娘的原因是因為 炸焰猴猴他是屬於一個就是攻擊不到近處的敵人 但是可以攻擊到我們遠方敵人的一隻角色喔 所以用這種方法然後看一下就是 結果後來被我用到了 結果居然是可以用一個快攻打法的感覺喔 那我覺得其實我這套隊伍可以再修正一點點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主要打一個快攻法法的話呢 可能就可以帶上我們貓特級那些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那我們上一次8.2改版之後呢 其實我們這邊就可以直接切換我們的貓砲了 就不用再去我們加碼多多那邊了 所以算是一個還蠻方便的一個設定 就在我們的隊伍旁邊有一個天使砲 我們這邊按下去就可以切換我們要的那個 炮彈囉 基本上沒問題 那我們就用這套隊伍再來打一次給大家看好了 基本上就是我們帥屋賊噴抹海角 Lost go 那也不知道可不可以一致就成功啦 那就是我們要先存錢就對囉 那一開始存錢的話呢 應該是可以利用一些其他的角色來存錢啦 我相信這套隊伍應該是可以調整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陰錯陽差 突然打出一個快攻打法 太好笑了好不好 那看來這關的話可能會比較麻煩 因為你一直跟他正攻的話 後面會出現我們三隻的大眼吼吼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囉 那一開始的話可以就是先用我們的海報 或是用我們黑色星星先來存點錢會不錯喔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先用我們大塊錢強包先來擋住他 擋住他之後呢 我們4800塊的時候就先叫出一隻龍弓獸 用龍弓獸來坦住他的傷害 然後就一直出我們的大塊錢強包就沒問題了 然後有錢的話就出我們錢包 就是把錢包升滿就沒問題了 那記得就是要留一點錢 然後剩下幾隻我們的海報的時候 可以叫幾隻我們就是那個 就是旺卜貓出來打一下喔 不然其實星星可能會扛不太住喔 OK 這邊待會我們有錢之後 我們就先叫一下旺卜貓一隻 然後開始慢慢疊我們旺卜貓這樣的感覺 因為旺卜貓疊起來之後呢 也會是不錯的感覺喔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盡量就是不要打太快 然後就是慢慢的存錢 然後把錢包雷起來 因為我們待會還是要出我們的寶島娘 跟我們的真田幸村喔 基本上要盡可能的讓我們 哈哈姆特跟真田幸村都有錢出出來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這邊的話呢 有錢了 我們就繼續升我們的錢包 那錢包的話大概1萬多塊 或是可以到LP7應該就足夠了好了 應該就差不多了 然後就等他被打死 打死之後的話呢 我們待會就是可以繼續叫一下 我們旺卜貓之類的 這次海報死掉之後會有很多錢 好 就開始叫一下旺卜 然後繼續出我們的小隻 然後待會快要碰塔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出一下寶島娘出來 然後寶島娘出出來之後呢 再出我們的真田幸村應該就沒問題了 但是這邊的話錢有點稍微不足 好 這邊就先出一下寶島娘 然後還有真田幸村應該是沒問題的 然後喘過去之後呢 我們就穩定住陣線喔 然後這邊的話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等豬豬跟小鱷魚穿地板之後呢 用開個天使包把他們挖出來 然後讓寶島娘來打 然後打出來之後呢 應該這個時候應該就可以派出我們的 那個哈哈姆特爾 幫忙協助一下打攻擊 那主要就是讓我們的那個黑色海豹 黑色海踏死亡 然後讓我們的那個大眼猴猴往後退 就可以開始打塔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大眼猴猴這邊的話是一個就是 無法攻擊到近處敵人的 所以可以利用哈哈姆特跟真田幸村這個 比較容易回塔的那個角色 直接對塔進行攻擊 這樣應該就可以成功的 就是打掉我們這個塔沒有問題囉 可是 這邊比較麻煩是 應該要吃一點運氣啦 因為這邊 哇 這邊可能就沒辦法那麼順利的打到 因為這邊哈哈姆特是直接被打死的 但是我們這邊 還有旺服 再加上我們的那個寶島娘應該有機會 所以 基本上我覺得加上寶島娘 再加上我們的那個真田幸村啊 在哈哈姆特 應該就會更穩定一點點囉 那這邊的話就是 哲平 陰錯陽差打住的一個方法 哈哈哈 因為原本是想說 大眼猴猴是一個 沒辦法打近身攻擊的角色 所以 就帶上一些能夠充牌的角去打他們 所以 大概就打出了一個還不錯的攻勢吧 就是算是一個半塊攻打法 一開始可以用其他角色先來累積我們的錢 然後就是疊一些 比如說旺服啊 或是疊我們的這個番長貓 那些角色能夠打的 然後過去之後呢 再發我們的那個寶島娘 或是發我們的真田幸村過去 我覺得發寶島娘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一開始會出現我們兩隻不死的那個生物 那他們專地板之後呢 開個貓砲把他們打起來之後呢 再用我們的寶島娘把他們進化掉 然後就可以打我們大眼猴猴 那大眼猴猴被我們打到後面去之後呢 因為他打不到近身攻擊的敵人 所以基本上 就用我們的哈姆特加上 我們的真田幸村直接回塔 就沒有問題囉 好 那我們今天挑戰呢 就是我們的旺旺彎的最後一關啦 也順利的挑戰過去的是 我們的帥屋賊噴墓海角 那基本上就是用一個算是屬於半塊攻的打法 那真攻打法的話我覺得應該就會比較難一點點 因為畢竟後面會有三隻大眼猴猴 那我們黑色海踏再加上我們的不死敵人 還是會一直瘋狂的出 所以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囉 那如果你對我們這個關卡有一些問題啊 或是一些好打的方法 或是簡單的功能的方法的話呢 或是有一些比較推薦的真攻打法 都歡迎在以下留言分享給哲平 或是分享其他雙部組的小辣椒們囉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喜歡 就喜歡哲平的頻道和開啟訂閱喔 那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突破哲平的影片啦 那麼哲平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